今天咱们说说李小龙的手臂怎么练的 很多人都看过李小龙用两根手指做俯卧撑的视频 这还真不是普通电影明星能完成的 和李小龙结实清晰的腹肌一样出名的 就是他的前臂肌群 李小龙会用万力棒训练自己的前臂 这是一种粗把手的圆棒 棒身连接着一根绳子 绳子的另一端就悬挂着配重片 训练中双手需要牢牢的握住万力棒的两端 手臂伸直至于身体前侧 掌心向下旋转万力棒 你可以完成向前和向后的旋转 训练手臂的屈伸肌群 另外一个训练器械是李小龙让自己的独立打造的一个握力器 把手的下端可以放置一些杠铃片 重量据说可以达到100磅 这就可以使李小龙循序渐进的提升自己的握力 他会全眼向前的重复8到20次 之后在全眼向后进行同样的训练 当然这个设备有点大 如果你手上有握力器的话 也可以很好地进行握力训练 李小龙常做的训练还有一个叫做佐特曼弯举 如图所示可以手持哑铃把手放在腿上 分别向左向右旋转锻炼前臂肌群 除了照片上的这种练法 当然还可以采用站姿 分别向前向后进行训练 最后如果有人想完成手指俯合称的话 可以先从五个手指的俯合称开始训练 前提是你的体重不要特别大 如果你无法支撑自己 可以先用柜子俯合称 或者从倾斜的角度减少手指的压力 不断进阶到两个手指的俯合称 还有什么问题 欢迎各位留言 祝各位大鸡大铃